创意理财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琴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 中错了144点 要不要很紧张 这回到2月15号那一天 那一天大盘也是中错 2月15号 我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谈 六国理论 那有时间可以去看重播 那什么叫六国理论 等一下会跟大家谈 那那时候谈到地跑林世宏 那地跑今天有没有跌 今天逆世涨 在这一天 我说最佳买点 中错最佳买点 这一天你如果跟进的话 我们是买雷虎 那雷虎今天又涨停了 地跑今天也没有跌 什么时候 第五月15号嘛 所以我说二月份怎么样 选股不选市 持股绩效嘛 那二月15号就上礼拜 上礼拜三 这两个涨停 加这里有没有三成 三成了嘛 立即坐轄啊 会员都可以坐镇啊 马上赚钱 那昨天标题也写得很清楚啊 最强势的对不对 国产无人积军工股 公布力多 那你坐在较上嘛 那重点在哪里 持股绩效啊 在二月15号这一天 这一天大盘是跌 地跑连世宏 那地跑到今天 有没有跌 今天在逆世涨嘛 选股不选市对不对 最佳买点 在这一天 跟着我操作 买雷虎嘛 所以重点在哪里 二月15号在这里啊 那位选对股票 那我说过 对会员的承诺是什么 我只买足底向上的股票 足底向上的股票 降三成嘛 上礼拜到今天 降三成嘛 我有没有事先讲 我包括昨天标题 我写雷虎啊 那会员上礼拜在这里布局啊 这个地方这里是45 我们不止买一次 但是我们成本都在45以下 45以下 今天是有57 57.7 四十五以下 这样子 有没有三成 惠惠有没有赚回来 那今天重措呢 要怎么看 我们先看2月15号这一天 我说这一天很重要 你要天天锁定我节目啊 那你可以去看重播 在2月15号嘛 一样收黑 对不对 这黑黑线嘛 我那时候怎么讲 我再讲一遍 什么叫六国理论 主人带着狗 在公园遛狗 对不对 那狗很活泼啊 会到处乱跑嘛 但是再怎么样 因为狗有绳子 再怎么样都不会离开 主人身边嘛 所以最主要是主人的方向是 往哪边走 那狗就会跟着走嘛 这个叫六国理论 那我们现在来讲 这主人在这里是往下走的 这狗到处乱跑 跑得太远 它就会回来嘛 跑得太远 它就会回来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大家记得什么时候 耶旦节元旦嘛 那时候一直跟大家谈 IC设计 电子谷 包括春节特别节目 主体的潜力股 也都跟他公开讲啦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漏过了 那接下来机会有没有来 那主人的方向是向哪里 向这里嘛 那狗跑太远呢 它会回来嘛 跑太远呢 它会回来 那这里是不是跑太远呢 它有没有机会回来 回来主人的身边嘛 所以我在2月15上礼拜 我画这一个大圈圈 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它有机会回来 那重点是什么 持股绩效嘛 2月快结束啦 3月 这个缺口有可能回补啊 我们把这里稍微拉近 这个缺口有可能回补啊 那回补呢 回到主人身边对不对 所以这一阵子 大型股 大型股 大型股没什么会充当嘛 但中小型股呢 涨翻天啊 我是一直跟大家谈 选股不选市 这2月15嘛 也是重挫啊 我特别找出来 2月15 这一定为什么跌 因为巴菲特持股嘛 所以跌221点啊 因为大家很恐慌 所以我跟大家谈 六国理论嘛 我花很多时间谈 我希望你听得进去 重点是持股绩效嘛 2月15的时候呢 地保已经涨一大段了嘛 而且这一天重挫221点 恐慌指数 并没有增加啊 反而减少 那代表什么 代表真正的大咖不恐慌嘛 听懂我意思嘛 代表是正常的拉回 没有必要恐慌嘛 今天这一天2月15 跌了221点 恐慌指数 往下掉 不是往上涨 真正空头来的时候 恐慌指数会飙高啊 那所以是正常的涨跌嘛 这里有15嘛 那时候地保 撞波段啊 那那时候怎么跟大家谈 最佳买点嘛 2115在哪里 就在这里啊 那时候刚进来的会员 又买雷虎嘛 三成啊 都在45块以下喔 成本没有在45以上的 那我说过怎么样 我只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嘛 让别人来抬教啊 三成啊 2月15嘛 这2月15嘛 那今天呢 这就200几点 等一下就144点 那今天恐慌指数呢 一样在低档嘛 也就是说呢 并没有大幅的恐慌嘛 那所以是正常的拉回 那什么是正常的拉回 那回到六国理论这一章嘛 他会回到主人身边嘛 他会回到主人身边嘛 就跟这里回到主人身边一样啊 那这里12月1月12月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嘛 选股不选市啊 这大盘拉回 有一些股票都往上走啊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嘛 所以呢 那今天呢 我不是石头头 他可能会拉回 拉回到这里 重点是你选什么股票嘛 持股啊 那第一段花很多时间 那我希望你听得进去 那很多事情呢 都是重复的 你要了解法人 2月15号 恐慌指数没有飙高嘛 今天呢 恐慌指数 也没有飙高嘛 那雷虎是不是又涨停呢 那今天地堡也没有跌啊 大家看一下地堡 那说在这里啊 往上飙 今天呢也没有跌啊 代表什么 代表索码嘛 代表什么样 籌码很干净嘛 那这个地方选股不选市 我再用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這今天 我刚把那个图放大了 这主人的方向 那大盘间拉回 那这个地方还有距离啊 那大家对照一下 台积电 它距离是不是更近 那如果台积电止跌的话 大盘就会止跌嘛 但重点不在这里啊 这个地方有距离 这个地方没有距离 那代表什么 代表一定有一些股票 它是创新高嘛 所以整个平均才会变这样嘛 那哪些股票创新高 雷虎就创新高啊 地保就创新高啊 听懂我意思吗 大盘还有下跌的空间 大型股率先下来了 那为什么这里有空间 就因为有些中小型手马股呢 它是创新高的 平均才会在这个位置嘛 那所以呢 选股不选市啊 那现在这一段有哪些股票 你要做功课啊 就好像2月15一样 做功课 找军工概念股 找雷虎嘛 那现在呢 我们说像这一档股票 那靠在索人身边 这一上呢就往上走了嘛 那类似这种股票呢 那有些我们会员今天买进 那有些明天会买进 那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不然就跟上礼拜一样 你会错过雷虎 我们休息一下 全面给您28折 尽此一档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操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赋予之路 知识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投顾228大优惠 城东投顾228大优惠 全面给您28折 全面给您28折 尽此一档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开地以后呢 它这D档呢它就会形成盘整 建开地这个地方撑住了嘛 是不是上去 那未来来讲呢 盘整嘛 那明天高低点大概就在这里一个位置嘛 那操作上呢 急跌做多胜算比较高 那不要往上追 因为往上追很容易套牢 那台词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讲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谈 今天跌呢 投资人比较关心的 昨天报纸头条 好 投资人台股信心来了 13个月最高 那我昨天讲什么 我说一折一息 一折一忧啊 洗的是什么 那呢 投资人看清方向了 今年第一季是低点 第四季是高点 第四季选举 方向抓稳了 接下来就是选个股嘛 那我一折以忧 我烦恼什么 当信心来的时候 就会乱追啊 那一追呢 又卡住了嘛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 我对会员的承诺 就是低胆买 做教 让法恩来抬教 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不败之地嘛 赔也是小赔啊 赚都是一大段嘛 就是不能追价嘛 那法恩来抬教也是很轻松 那你老是追涨呢 你要看运气啊 你追到好的股票 有可能还有高点 那不小心呢 又卡住了 但是你红低买赚更多嘛 那你追价赚不多啊 我相当了解法恩在想什么 目前在布局什么股票 专注抄盘 二月 三月 大盘拉回又怎样 足底股嘛 我用最近的例子 我说六国理论 主人这条线对不对 那如果他拉回到主人这条线 绝佳买点嘛 那这里是什么 耶旦节元旦嘛 那这春节跳空开高啊 那开高二月一路在这里横盘 选股不选市嘛 那二月横盘呢 地宝一样赚钱啊 无人机雷虎一样赚钱啊 那如果他这个地方拉回呢 台积电已经拉回了嘛 距离不远了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支撑快来了 那大盘如果在这里 他一直没有拉回呢 那很简单嘛 那你早已经拉回了股票啊 回到地宝这一档嘛 主人的线在这里啊 你早已经拉回了股票 这样是不是上去了 这个地方法人还在卖啊 我说投资人很喜欢看这个 他真正布局的时候 不会让你看到啦 这里看不到啊 涨上去了才看到了嘛 大买对不对 你要有本事在这个地方 逢低买嘛 会赢做教啊 那今天呢 也没有跌啊 2月15号在这一天 他林世宏 李月十五 李月十五标题怎么写 地宝林世宏 上礼拜三 那到今天有没有跌 他只是在这里做震荡嘛 那法人持股还在啊 这里做洗盘嘛 那类似这种股票 轻轻松松 这样就奏教嘛 会会的价值啊 主人的线在这个地方 大盘目前主人的线在这里 台积电在这里 那代表有一些股票呢 他已经往上走了嘛 譬如说地宝 这2月份呢大盘没涨 上去了嘛 那雷虎呢 对不对 他回到主人身边了嘛 那一上去 那是不是又三成 那法人在想什么 那这一些都是成长股票 有题材的股票 中小型的 那大型股在整理或拉回 所以大盘在整理嘛 3月有可能也会拉回啊 那重点是股票嘛 再看一遍 回到主人身边啊 那大盘呢 早晚会回到主人身边嘛 3月有可能会拉回 那重点是持股绩效嘛 这个叫持股绩效啊 那他离开主人身边太远了 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因为这筹码 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卖 但你在这里买 你是确保获利嘛 确保获利嘛 3成啊 就上礼拜三啊 重挫最佳买点 2月15万 那今天标题也是一样啊 今天标题也是一样啊 哪些股票是重挫最佳买点 那我说呢 像这种股票 主人在这里啊 主人在这里啊 听懂我意思吗 这主人在这里啊 这主人在这里啊 我们最近这都换股 这里面有一些呢 会员已经换了 已经买了 那有一些呢 即将要买 那大盘在这里做整理 在这里做震荡 明后天其实都有机会 那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主人在这个地方 主人在这个地方 他不会跌破 简单一句话 不会跌破 这里有大概一个礼拜 可以买 上礼拜跟着我操作的 3成啊 新军商打听看看 这叫法人嘛 那我标题怎么写 这昨天啊 雷虎涨停 今天又涨停嘛 那下一档股票呢 那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那我们优惠呢 在月底结束 我们休息一下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城东投顾228大优惠 城东投顾228大优惠 全美给您28折 全美给您28折 尽此一档 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与之路 社会开线02-2752-5868-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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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抗讯 昨天抗讯 满进以后林商宏 那为什么利多出现 借大订单 同时美国它有可能会制裁 大陆的无人机 所以 你要去注意 上去了 对不对 昨天涨停 今天有涨停 那这个叫什么 中小型的 有题材的 法人索码的股票 那是不是飙上去了 当然要有信心啦 今年是偏多了嘛 但是不是一路涨 它是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但是高点在第四季 那下个月 三月有可能会拉回 那接下来呢 找股票嘛 股票本来就要低买 拉回更好啊 但是你要找到股票啊 像之前跟大家谈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要上去了 上去了 这会员的持股啊 这档股票会涨 会涨耶 这也是会员的持股啊 但都还有机会嘛 就好像雷虎呢 无人机 有一整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去布局啊 一档一档去操作啊 那就是不要追价 那这一天大盘震荡 震荡最好 震荡你才有机会嘛 那这里是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布局 那之前月初包括这个地方 所有的成本都在45以下 我讲话我负责任嘛 会员都在看啊四十五以下嘛 这三档打起来 这样有三成不 那不是叫你长得去追哦 而是持股 绩效嘛 你怎么操作 我们再回到这一档略活理论嘛 这很重要啊 二月四五号适用 今天也适用嘛 那三月份呢 他有可能拉回 那回到主人身边 OK嘛 就跟这里一样啊 那十二月大盘拉回 有些股票已经逆势往上走了嘛 所以重点是什么 选股票嘛 二月四五号为什么讲六国理论 因为这一天巴菲特公开持股 重错两百二十一点啊 那今天呢 汇报往下跌 跌了一百四十四点了 该涨了还是涨嘛 持股绩效啊 台积电 外资的筹码还是这么多嘛 雷虎是不是往上走 昨天 今天 那帝宝会往上走啊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像这回到主人身边 这种股票 都是一个绝佳的买点啊 趁大盘震荡的时候 你才能买到雷虎 低档 往上走 賺三层嘛 那这机会呢 不常有 就在这几天 这在二月二十八号结束 自己要把握 谢谢大家 五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大证券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城东投顾二二八大优惠 城东投顾二二八大优惠 全美给您二八折 全美给您二八折 今此一档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2752 这一档机会不再尽情把握 快点 快点 快点